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可是大不同 万一会错了意 没关系 就全世界共同的语言 微笑 还有最自然的身体语言 慢慢跟韩国听众朋友沟通 就能够玩出不一样的韩国型 记者程兄弟王新忠 韩国采访报道 为了要吃的安全 不少民众会选购有机食品 不过台北市政府调查 在市面上的有机蔬果 除了有少数标示不合规定之外 还有一件竟然验出农药残留 为了健康养生 有些人会到专卖店挑选有机蔬果 但外包装写的是有机食品 就真的是有机的吗 我觉得它应该都不是全部有机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家长大 因为真正的有机 其实真的很困难 台北市法规会一到三月 到台北市卖场和有机专卖店 期查440件商品 结果确定开发5家业者 其中有机红巴萨米克醋 大环境严选离山有机茶 鸡腿切块 有机构建手工糖蜂蜜柠檬 这4项产品几乎都是标示不符规定 另外有机波斯无花果干 竟被验出有农药残留 这5件商品共罚27万元 这个所谓的山寨有机商品 好 那我们其实这边有一些相关的陈列 包含说这里面与同意文件 登载资料不符的状况 好 或者是呢 这个它并没有有机标示的 同意文件字号等等 而第6件商品 白珍珠水火玉米 也因标示问题 目前正在审理中 如果确定不合格也将开发 台北市法规会提醒 民众选购有机商品时 要任命验证标章与标示 还要留意包装带上 有机标示同意文件字号 以及页纸的资料 接着沈小青 陈宝罗 台北报导 最近几年台湾学生的设计作品 在国际大赛获奖无数 以德国红点设计奖为例 台科大就名列亚太区的第一名 打扮器 橡皮刮刀 筛网 赶面棍 这套专门设计给孩子 使用的烘焙用具 不但色彩缤纷 还能当作乐器 让大人小孩看得很难不心动 小孩子要操作 不能只是一个烘焙用具 他一定要有一些response 让小朋友觉得操作起来很有趣 操作过程中 也可以像是音乐家一样 在演奏乐器 传统古籍三万多字的山海经 学生们觉得相当有趣 敢用简单的文字 跟手绘图案重新呈现 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排除 文言文阅读的障碍 轻松来看山海经 我们花了三个月多的时间画图 每天就是画12个小时的图 然后把512只的神明跟怪物 都画出来 学生们想象的都市清洁车 不仅实用又时尚 设计的创意无奇不有 更难得的是 作品的完成度都相当的高 这几年台科大学生 在国际设计大赛中 得奖武术 在德国红点设计奖首度 进行世界大学分区排名 台科大也赢得了亚洲第一 成果虽然值得庆贺 但对于学生们的出入 主任有些忧虑 学生缺的的确是舞台 这么设计能量好的小孩 到了外面之后 他不是只是做OEM或ODM 就是说觉得很痛苦 我这么好的能量 可是我可能只能修 Notebook的R角 主任也说 虽然学生用比赛成绩 证明了自己的设计实力 但台湾并没有成熟的环境 可以让学生继续发挥所长 设计学习学生毕业后 大概只有不到一半的人 可以继续走设计的路 记得陈书军家国粮台北报道